联邦政府日前宣布将会进一步减少留学生人数 同时限制毕业公签的申请 部分措施最快会在11月生效 有即将毕业的华裔留学生就表示焦虑 而若克大学的学者更加批评政府 将留学生当成待罪羔羊 记者占线云报道 将于6月毕业的多伦多大学四年级生李明琦 也受到这波政策更改所影响 需要考预言史来通过毕业公签的申请 同时作为多大中国学生联合会的一员 他明显感受到近年中国新生人数下滑 而有学者就表示 频繁的政策改变会令学生承受极大的压力 加上来自家的期望 令他非常担心留学生的心理健康 我有中途学生是我的学生 我看到这种压力 他们在冒犯 我认为人们很惊讶 这种状态的改变 学者指出 联邦政府针对刘学生的一连串举动 会加深外界的反移民情绪 认为刘学生是造成 所有社会问题的源头 也会伤害加拿大引以为傲的包容 和多元文化 学者认为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 应该咨询留学生的意见 了解他们的难处 学者认为房屋及医疗等问题 早已存在多时 政府现在将所有责任 推给刘学生 无事他们对本国的贡献 非常不公平 他建议政府应该从根源解决问题 才可以令本国的发展更健康 Omni News记者 尖先环报导